蹲 蹲 蹲 然后不会折 直接在这个位置 就会感觉没有音乐 没有质感 对的 不是说 对,没有凝转 一定是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凝转 没有底盘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 你们的底盘如果不会去工作 底盘不会工作 不会去把它给 运用起来的话 你的舞蹈织 永远就只有一个圣神 一个花架子在这里 就是说里面的东西是空的 你不管去学再多的架型 怎么搭 或者是说 树被机怎么去用 背过去怎么去用 它都不能真正的 就是 能用上明白吗 就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总是会说 周老师去教一下我们 你胸要怎么开的那么开 或者说你的后背的线条 为什么那么好看 大部分人他们只想学 就是这个上半身 但其实你没有底盘的这些力量支撑 你的上半身是 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展现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上半身是长在什么上面的 是长在底盘上面 就像一棵树一样 你的根不稳 你的内在 你的根基 你不知道怎么去运用 所以它上面再怎么样 都是歪的 是不够好看的 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如木方形 好像一下就明白了是吧 好 然后我来做一下 男士的135的示范啊 我还没讲完呢 行 你讲吧 OK 因为我在平时啊 我在线下 有的时候看我的学生 他们女士呢 很想给男士让出一个位置 或者是他们平常也会去模仿 就是周老师去做的 但是我总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因为他们的宽折不下来 他们的宽不会动 那么我们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教到 同学去做一个宽的八个方向 但是呢 很多姐姐到今天呢 也只有 不是很多姐姐都能做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总是在我的上身 总是在我的上半部分 所以我在教他们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 我们的上半部分 是非常安静的 都是我们的底盘 在做一个很大的工作 最后 才是我上半身的眼睛 看 底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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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身不得已 顺着它的力量就走 而大家做的都是 底盘不走 上半身拼命在走 你看这样是不好看的 是没有 没有延伸的 没有呼吸的 没有质量的 而我要的是 底盘 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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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盲目的让自己变成一个棍 让自己很僵硬 所以你要感觉你自己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自由 你要感觉你像个水一样 不管你是男士还是女士 明白吗 就是你的所有的关节 你都要参与进来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所有的发力才是自然的放松的 明白吗 我给你们做一个男士的135 大家这边看 7 2 3 8 2 3 1 2 3 OK 我帮你调整一下 大家看 and 我首先是先下降 环关你先放松 带着我膝盖自有的向前 不要刻意的去向前 and 1 推动到位之后 看我的踝关节 膝关节 搭配我的宽关节的转动 然后我下降完之后 继续转动 我的宽关节 膝关节 到位之后 我继续产生转动 然后送出去我的脚 啊 我继续产生转动 大家看看到没有 继续产生转动 到位 继续产生转动 高位下降 高位下降 大家看到了吗 避免给你们做个事 吧 来看看 and 7 2 3 8 2 3 5 1 2 3 3 对 没吃硬吗 没有 就是我们的重点呢 并不在我们的上半身 要保持在什么位置 而是都在我们的底盘 因为当你的底盘 去做好工作以后 你的上半身顺其